如果不点了赞 我把你裤子裤子给你拔了 我们来把石头银吧 这是版本胜率第一上单 石头银 学个抠 上来我先抠你一下 等个剥皮 不是 等个被动啊 我抠你一下 哎呦我这强弓打得我一点疼 小老妹你是真不知道是死人是怎么写 我这一看呢 你要是狠你就别让我抠你啊 下回他再敢往上滚 我们就直接一手往前走拍地板明白吗 不跑了下回 前几波给他一种我们要跑的这种错觉 这边等个皮 好 抠完 哎 这回不跑了 哎 我前几回跑 这回不跑了 傻了吧 如果你玩一个近战 他玩一个远程 你上来抠他一下 然后他绝对就是先往后撤 再往前追 你知道吗 他不可能不占便宜 哎 这回不跑了 这就是前面给他的感觉明白了吧 看看石头银应该出点什么AP状现在 别管啥咱先来个大棒指定是没毛病 我想把石头银的冷却给他堆到满 这样杀银不就快了吗 对不对 一个大一个银头 那我们这把黑暗收割有人有意见呗 是没有点呀 你是AD上路站 他得要跟我个一下的那就可 对不对 那就可 你看看是你死 还是我死 还非得要跳我一下的 压了 我就决定这把来个暗夜收割者 这个给我们家技能几速 挺好 杀完钱还能给我们提供一速 这多好 走堵他 叫闪 等他交闪 不交闪我就扣死你 你爱交不交 对不对 我不所谓吗 走支援一波 这波可是可以来 你就别想着抢银头了 你这个 你这个时候 你就赶紧杀维克托 我还想着回头抢我那机械人的银头 你是真恶心人我发现 没了吧 双八糟 我们直接就把这螳螂给他杀了 哎 找到这螳螂 先把药吃了 移动速度变快 我都知道你要回来 哎呦 要不是有着梅克托我今天绝对把这危言杀了 我怎么感觉这一波的螳螂好像要过来复仇来了呢 我怎么感觉这一波的螳螂好像要过来复仇来了呢 不过我们一段秒他应该没还太大问题啊 那一个口打了他半管血 这收割者有点厉害 呵呵呵呵呵 不错 挺吓人的 他挺害怕呀 我们再去看吧 这件装备好像有问题他 好像不用750码以外 就近身的也行 谁让我试试我的世界专注啊 没人啊 那地图上的人都拿起来呢 管是谁呢 哎 来了来了来了 有人的有人的 而且这人还带个红 挺好啊 有 但是有那个 有那个增伤效果 我看着 好死 这个这个是好好好用的 就可以用 我们大过去直接就是定身效果 定身效果就直接能复化了 明白吧 好帅的石头银啊 嘿嘿 不要让我在地图上看见银 我刚才好像抠了一个小兵 抠错银了 要不然威音其实早就死了 这个堂囊只要现在敢出来啊 在我大招范围里面 他有意义都没有用 除非他有闪现 他只要让我看到 他就已经死了 现在不用了 那就维克朵 我 你跑 老堂囊 你别我抠了你 你别我抠了你 我的车轮哪去了 我轮着呢 这机器人在干什么 你其他的靠你 我走了 你大爷的 我们抠死你 我让你烧 还回来哟 要打不了我 还烧不烧 他们俩现在包括机器人在内 没有硬核一个人 能顶住我三个技能 没有 没有 没有硬核一个人 能顶得住我三个技能 这个堂囊 可能要过来 两个技能他都没顶住 不愧为 那个胜率最高的上单英雄啊 我 要杀我 装杯了 给你嘴巴 让你装杯 上一边我记得好像让你跑了 你们看什么他幽魂斗篷都没有用 我这法穿我法穿40%加48 现在感觉比以前石头银厉害 以前的那个石头银他有点脆 他出AP的话 扣的伤害也没有那么高 要我回家啊要我回家 这人怎么回事儿 他就快速回城了 可不得 堂囊 还是有点脆 那旁边没队友那肯定是脆 那堂囊单挑我有技能的可能不好 这已经比以前好多了这有血量 走远古龙 这远古龙真的给他拿下呀这 1000滴血我怎么念我还不把这龙给打 不过这龙不是我拿的 谁一起拿 他跑的太快了 这属于正常现象 我们大不到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大不到的假象 让他以为我没有技能了 然后一个Crew把他收起 只有我验验真的没在开 买了一个版本 胜率第一上单 确实很 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吉君点个赞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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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